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北京,这里是北京的朝阳区 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处明星豪宅 就是前方这个别墅小区,叫做九张别墅 著名隐姓李小璐就是在这里买的房子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李小璐在这里居住的环境到底是怎样的 李小璐是1981年出生于北京 是国内非常有名的影视女演员,刘秦岳歌手 她成名和出道的都是特别早 在17岁的时候就获得了第35件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这边是小区的大门 从这个外面看呢,这个绿化环境很好 随时都有这个环卫功能在这里清潮卫生 外部的绿化水平也是做得很到位 它这边车流量并不是很大 住在这里呢,特别的清幽 给大家看看这里的样板图啊 里面呢都是这种独栋的别墅 特别的豪华 相当于是这种中式别墅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这个价格啊 它这里呢分为17和27 每个户型的价格都不太一样 大概呢也就12万一瓶的样子 里面的户型呢大多都是在500瓶以上 所以说在这里买套房子少说也得好几千万 多则呢三亿 据说李小鹿在这里买的一套房子呢 号称楼丸 所以李小鹿在这里买的房子呢 估计也得三亿了吧 这是内部的一个居住环境了 它这个房子呢有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除了是独栋以外 好像还自带院子 而且还有阳台 采光效果啊真的是特别的好 安保措施呢也是做的相当的到位 这里呢和机场也是特别近的 对于明星经常出差的人来说 他们买房子肯定会考虑一个地段 虽然它这里离市区有个一二十公里 但是它这个四周呢都是环绕着四半亩的原森林 所以说呢这个环境是超一流的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小区的大门呢 从这边植光来看呢 这个大门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调的 但是咱们看到这个别墅啊 隐私性呢都是相当的好 基本上这个别墅呢都被树格挡住了 根本就看不见全貌 而且呢安保也是24小时站赶 小区近处的人员并不是特别的多 住到这里确实特别安静 其实李小鹿在北京呢也不止一套豪宅 九张别墅呢只不过是他其中的一套豪宅吧 当然啦他平时呢也在这里住的很少 因为很多的时候对于明星来说 他们买房子呢更多的是一种资产的配置和权利以及地位的象征 房子就代表着自己的一个资产 尤其是在北京这么寸着寸进的地方 有一套自己的资产 那肯定可以提高这个安全感 刚刚我在小区附近呢周围赚了一圈 我感觉他这里的商业配套设施并不是特别的完善 就是说大型的购物馆场 吃饭的餐厅呢就是翻圆几百米啊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比较好的呢就是可以避免那些嘈杂的环境 车流量也比较少嘛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12分 咱们可以看得见呢 他这个小区的右边啊 大门这边竟然停了很多电动车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动车不让停在小区里面呢 感觉还是挺奇怪的 给大家看看这个周围啊 除了这个绿化好之外呢 他这个围墙啊比一般的这个小区要高出很多 可见这个安保措施真的是非常的严格 像这种明星豪宅小区呢 如果说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他一般也不会让你进去的 你像北京这边买房子 很多的时候你想看房呢 都是要提前验你的资金的 如果你的资金达不到这个要求了 都没有资格进去啊 所以说啊有钱人的世界呢 普通人真的就只能是看一看 最近这两年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李小鹿呢也没有出演过任何的电视剧和电影呢 但是他此前出演过的作品啊 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 特别是我喜欢看的都是天使惹的货 奋斗 好以上呢就是李小鹿在北京 做的顶尖级好子了 电视剧就像那个片子了 有的时候还没有发现 然后阵段 完全无穷不投入 有时候可能会有那么大的 显你一顿个小鹿 自然是有时候 当然是怎么回我就 都 moved